我現在要去那邊 然後再回到 這位置有幹什麼 我一直放一位 誒我到我從那邊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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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禮拜一上課的時候 我說 禮拜幾要交作業 禮拜五以前要交作業 沒有錯 一定是禮拜五 我們這個禮拜四 禮拜三禮拜二交作業 禮拜五以前要交作業 禮拜五以前要交作業 你們要交作業 我們有辦法知道你們現在做的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聽懂沒有 所以麻煩這禮拜要交作業 清楚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上禮拜一我還有講過 要把哪一張看完 課本的哪一張看完 第一張看完 看完了沒有 你自己有沒有看完不知道 有沒有看完 有沒有看完 有看過的請舉個手 有看過但是沒有看完 好 看完 你看完了是不是 還沒看完 還沒看完 那請記得好不好 今天我們第一張不見得上到完 如果沒有上完 麻煩回去把第一張看完 但是應該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如果可以的話看到第二張 第一張第二張要看完 第一張第二張要看完 清楚沒有 嗯 有同學跟我講說他生物很爛 但是沒有什麼生物很爛 這些事情我沒有聽懂 他生物很爛 就是討論嘛 我們上次就要討論嘛 你有什麼不會的就拿出來討論討論嘛 就這樣子很簡單 好 檢視一下 我們上禮拜有講說要做這個 這個生態瓶 生態瓶誰做了 一個 兩個 三個 熊仔說什麼 熊仔說什麼 你沒有帶名字啊 所以記錄 我那生做 哦 做有啊 有做吧 第一個有做 好 OK 算了就是帶瓶子在學校 已經在宿舍了 OK 沒關心 好 記得齁 你如果沒有瓶子 這禮拜我可以借你小瓶子 我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小瓶子可以用 你看大瓶子 他們去年啊 去年做的生態瓶 有小瓶子做的還蠻成功的 但目前為止也都活得很好 你可以做大瓶子小瓶子自己決定 OK 然後接下來這根本是 做完了之後 你們的生態瓶 請問一下 你有每天觀察的證據是什麼 我每天觀察 好 那每天紀錄 而且最好 最好你的紀錄不見得 一定要 一定要寫在 層次檔案裡面 你就要拿個本字 紀錄的時候呢 隨時寫下來 今天看到什麼 重點先畫下來 真的畫個圖都可以 懂嗎 這個比你在電腦上寫更重要 畫圖寫下 你現在觀察到什麼 先寫下來最重要 OK 每天做 OK 可以嗎 那禮拜五交作業的時候 一起交給我 紀錄一起交給我看一下 好不好 有問題嗎 禮拜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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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好是禮拜五是為什麼 因為禮拜五我們回去不會做嘛 禮拜五你可以好好休息嘛 那你交給我說我禮拜五 我可以利用禮拜六禮拜天 改一下作業啊 看一下你們的紀錄成果 好不好 清楚沒有 清楚齁 可以齁 可以齁加油 好我們上禮拜討論了生命的現象 來簡單的複習一下一點 哪一個生命的現象是什麼 快點誰先講 誰就 就不用 來先講 凡指 好舉手講 呼吸 呼吸好 會吃東西 好 來 不要舉手了 排線很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會喝水 為什麼 喝水 喝水 喝水跟吃東西是類似的齁 不算 不是 四個 四個 四個不只是你齁 還有 你剛剛說什麼去講 生命 生命 什麼是生命的現象 生命的現象 生命的現象 來 有嘴巴 沒有嘴巴 沒有嘴巴 細胞又沒有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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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 OK 非常好 還有沒有 講完了 講完了 來 我在重複聽一次 來聽聽 你說什麼 我說會吃東西 會吃東西 你說什麼 會排泄 你說什麼 棺材 會白癡 你說什麼 會白癡 會呼吸 你說什麼 會成長 生長 生長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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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誰可以Carry一下 我們 陳瑞 好 棺杞舉手了 怎麼樣 還有什麼 生命的現象 會產生生性個體 產生性個體 白癡 他講什麼 我一定是想說 是 你真喜嗎 沒有吧 沒有吧 沒有了嗎 你還有 差不多這樣 對嗎 沒有啊 你可以說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你想不出來 沒關係 你就講 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能說等待別人 是不是 好 那什麼是成長的現象 對不起 什麼是生長的現象 生殖 生殖的現象 會繁殖 會繁殖 什麼叫繁殖 老師在有一個問生殖是什麼 什麼 他會繁殖是什麼 生殖是什麼 對 我現在問你們 生殖是什麼 剛才跟我講 剛剛有人說 會繁殖 你才錄了嗎 確定好 生殖就是繁殖 生殖就是繁殖 對不對 對不對 生殖就是繁殖 對不對 交配 交配 不見得是生殖的必要條件 好像單細胞 一個細菌 一個細菌 一個細菌的繁殖一定要交配嗎 不一定 那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分裂 細胞分裂就可以了 一個細胞的繁殖 它可以直接細胞分裂 一種變兩個就叫繁殖 繁殖就是繁殖性個體 繁殖性個體就是繁殖 繁殖 實在跟繁殖有點類似 但繁殖是說 一直生長 一直生長 很多 這個現象是繁殖的過程 但繁殖簡單來講 就是繁殖性的個體 有沒有一定是繁殖下一代 不一定 為什麼 繁殖是不是就是繁殖下一代 不是 為什麼 因為繁殖性的個體 不一定是繁殖性的個體 怎麼說性的個體不一定是下一代 一個細胞如果分裂成兩個的話 可以說分數哪一隻老師哪一隻就 OK 這不容易分齁 有聽懂嗎 有 他剛剛說什麼 那個 關誠你坐到這邊哪 細胞分兩個 關誠你坐到這邊哪 不是啦 你坐到那個繁殖跟那個繁殖中間那邊 坐過去 他說細胞分兩個哪有分 那分不清楚誰是上一代 誰是下一代 他就是分成你兩格 那分成兩格 繁殖是有的 是上一代一代 對對對 好 在課本裡面的第一次一節 他生殖的基礎你們都看過了吧 他裡面有講說細胞分裂對不對 對 那這邊有講說分裂的整個過程 這再去理解一下 好 學習單的第一次題 什麼是成長 為什麼啊 會長大 會長大 對 會長大就是成長 是這樣嗎 會學習 為什麼 學習 學習啊 這對人類來講 人類是學習 或是對一個動物來講 人類是學習 他成長 是學習沒有錯 是學習沒有錯 那有沒有什麼生物是不用學習的 有 什麼 什麼 青瓜 青瓜 青瓜需不需要學習 他有需要 他學習很清楚 講話 他有先 他給人家學習什麼事情生物 或是 我還在找食物 這個過程是去學習 食物怎麼樣 食物 講 一個一個講話 是要講話 食物不用學習 食物不用學習 食物為什麼不需要學習 食物又不用學習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我不確定食物需要學習 但是我們可以說學習 那比如說學習就是生長 講話 學習不一定是生長 學習對某些動物 對某些生物來講 對 但是我們就成長的過程來講 對一些比較高等生物來講的話 學習可能是它生長的一部分 就是它還在成長 不管是智力的成長 或者是能力的成長 都是這種成長 對吧 但是對低等動物來講 低等生物來講的話 學習不見的是它的 我低等生物 學習不見是它的成長的必要 教練 對吧 可能看不出來它在成長 它在學習 OK OK 所以成長的到底是什麼 喵喵 成長是什麼 長大或萎縮 我們就一個像我是多細胞生物吧 我是多細胞生物 多細胞生物跟單細胞生物是什麼區別 單細胞生物是有不同的 一個在講話就先停下來 多細胞生物是有不同的細胞生物 單細胞生物是一種細胞生物 OK 這樣有聽懂嗎 來 那妳再重複一次 它說什麼 我還在扭 誰問妳在重複一次 它說什麼 我還在扭 這麼懷合細胞生物是什麼 無凡實的 不是 好 關神 好 關神 對 對 對 關神 妳說 就剛預言講的就是 單細胞生物就是一隻分分的細胞負責 全部的動作 然後做細胞生物是一種細胞負責 不是一種 一隻是對的 一隻或一個是可以的 一隻或一個 它就去一去 然後做細胞生物就很多不同的動作 有聽懂嗎 有聽懂嗎 所以變成 一隻細胞負責所有的工作 那種細胞是分光的形狀 OK 這什麼意思 負責什麼工作 我剛剛講的負責所有的工作 跟負責不同的工作 那是什麼工作 有啊 有那個進食 有排序的消化 OK 就是我們剛剛講生命現象的工作 生命現象的工作 所以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多細胞裡面的細胞有些負責生長 有些負責吃東西 有些負責繁殖 有些負責排泄 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細胞 譬如皮膚這個細胞 它本身沒有在成長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有聽懂我的意思 有聽懂我在說什麼 這個細胞 我的眼上的細胞 出現了它就不會再成長 是這樣子嗎 會不會成長 會啊 這個細胞會不會繁殖 不會啊 它會補起來 對 它就是什麼 它補起來 它是在繁殖對不對 我這邊點破了 然後這個細胞是怎麼樣的 你不要 它這邊補起來 我這個點這個細胞如果被刮破了 被刮破了 它就被刮掉了 這是讓它底層細胞就是它的繁殖 繁殖把它補起來 修復嘛 這補起來還是補起來 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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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講得越來越撐住 所以這個過程 這邊的細胞 這邊的細胞 在做什麼 它是在白質呢 還是在做 在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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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本來這邊有很多細胞 我的臉啊 有很多細胞 這多細胞生活就有很多細胞在一起嘛 對不對 結果不小心呢 我有些細胞被刮破死掉了 啊 我刮了 被刮破死掉了 被刮破死掉了 接下來要發什麼事情 接下來是恐怖的事情 什麼樣恐怖的事情 變尿尿了 接下來是 只有成長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細胞變大顆一點 我這個細胞變大顆一點 這細胞變大顆一點 變大顆一點 把它補起來了 是這樣子嗎 很臉很臉 還是會像 還是會像綠竹所講的 我事實上是 這個細胞就變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四個 慢慢再多 四個變八個 是哪一個 是繁殖還是成長 繁殖 是繁殖 這邊的繁殖 這邊的細胞在做繁殖 在做分裂 這邊在分裂 超可 但是我們以一個多細胞的生物來講 我們不會講說是叫做生殖 因為它沒有產生一個新的個體 對吧 對 但是說它是生殖 這樣有清楚這之間的差別嗎 有清楚之間的差別嗎 子儀你還好 你怎麼了 差別他說 你還好 他想是不是這樣 有聽懂這之間的差別嗎 子儀 OK 有沒有其他之間的差別中愛 是 所以我們說 一個多細胞生物 一個多細胞生物的成長是什麼 一個多細胞生物的成長是什麼 什麼分裂 它變成兩段 是 那也是 那它是嗎 是 變成兩段又變成兩個綠竹 變成兩個綠竹 變成兩個綠竹 對 對 所有的成長過程當中 Hello 所有多細胞生物的成長 它都牽涉到 大部分的牽涉到 細胞的分裂 細胞的分裂過程當中 反映自己的成長 你們是嗎 但是單細胞生物 譬如我現在也是細菌 你們都知道嗎 這個細菌知道嗎 有毛 這個細胞裡面 它可能有細胞核 對不對 這是 這是裡面的細胞質 記不記得 細胞質 記得 有些細菌可能有編毛 對不對 有些細菌可能全身都是編毛 編毛 有 好 這個細菌是單細胞生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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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細胞生物 這個單細胞生物 怎麼成長 就是單細胞生物嗎 怎麼 長大 怎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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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同學 膨脹 膨脹 沒有 為什麼要他膨脹 膨脹 成長 剛剛講膨脹是對的 他慢慢吃東西 吃東西 他原本就變成大隻嘛 他變大隻 會爆炸 這就是他的成長 不見到會爆炸 那什麼時候會 什麼時候會分裂 他長到一定程度 他長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想要變成兩隻嘛 細胞分裂 對不對 細胞分裂怎麼做 把體內的東西 所有東西分成一分 然後 夠 然後直接分開來 其實主要是 膨脹一分的東西 欸欸 同學 膨脹一分的東西 主要是膨脹比較膨脹一分 他們有其他東西 都膨脹一分 他就是 膨脹然後 像氣球一樣 他先把膨脹整體膨脹 膨脹一倍之後 然後他中間 細胞口有反 膨脹體 把膨脹整體拉成兩邊 從中間就開始切開了 切開的時候 連細胞就整個一起切開了 我修醫的話 好噁心 他就變成兩個 兩個就分開 兩個分開之後呢 他就變成 兩個小細胞 好像半半喔 好像這樣刺褲了 就以為我低調都變低 原本那個還要大 好 他就是變成兩個細胞了 兩個細胞剛長出來 就是他比原來細胞小一點 剛剛灌了 他就重點化太大了 那沒關係 剛開始他長出來 已經是比原來稍微小一點 對不對 一顆變兩顆嘛 對 那這個過程 一顆變兩顆 這叫什麼 他一定是雙胞嗎 什麼意思是雙胞 他有時候可以複製充一個 複製充一個 還是說他一定會細胞分裂 分裂充兩個 一般的分裂就是一個變兩個 他一個變成一個 要不要分裂 不是要分裂 那可不可以就變三個 不行 也沒有這個現象 我們現在觀察到是一個變兩個 變胸壁 變兩個 但是有可能喔 有可能會怎麼信 他在染色體在做分裂的時候呢 沒有分裂得很好 沒有分裂得很好 有些染色體少了 所以他分裂的時候呢 這邊的染色體比 這邊的染色體比原來的染色體少一個 有可能喔 他就掛 他不見面掛 這叫做突變 他就突然長了兩個毛 有可能 他可能突然變成長兩個毛 有可能 有可能 他是變了 他是突變了 所以細胞是因為這樣 他就有轉變 但是正常來講 正常來講 細胞的染色體會被原來的一模一樣 這是 是你說 可是如果他那種有毛 他分裂的時候 他的毛就會分裂 讓他 他的毛每次分裂完之後就甩板了 好噁心 沒有 他還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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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毛 他還在長 這個毛是 這個細胞的特徵對不對 他就在長 這類似虎群 他就會在長 這個 這個毛 想像他本來的細胞是 細菌是 那個細菌的周圍是有毛的 他分裂完之後 他就去長毛 因為這是成長的部分 長毛 他就成長的部分 他就要最早 最早 可能地球上第一個細胞來講 他可能就是沒有毛 這個毛 從沒有毛到沒有 有毛 可能就是突變 他可能就突變 他可能就突變 然後會長毛了取代他的 好 同學 謝謝 有時候我知道 我們講一些 講一些好笑的東西 會讓自己精神震震一下 會比較專心聽 可是有個缺點是什麼 有些同學只會在乎那些好笑的東西 他就聽到你好笑 然後就忘記聽到就上課了 對不對 所以拜託 而且會干擾到其他同學 所以盡量克制一下 不要太over 我們上禮拜講說要帶水果 今天有帶水果嗎 有帶水果嗎 有帶麵包 看起來有沒有帶水果 那下禮拜記得帶水果 下禮拜記得帶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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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學習單頭第二題 來我再複習一次 記不記得我們要做什麼事 要這樣 上完生物課之後 地理課 上完生物課之後 回去之後就生物課的付費 要做什麼事 要寫作業 要寫作業 寫到哪裡 寫到上到哪裡 不是隨便寫喔 你可以寫超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寫超過 蛤 可以寫不要超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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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寫不要超過沒有關係 比如說先贏 我可以寫一棒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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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寫一頁嗎 可以啊 你可以寫到 你譬如這禮拜很忙 你只寫兩題OK 你這禮拜還有空 兩題 你這禮拜你有空 你要寫十題OK 寫十題OK 好 就是你沿著就是請握頭 對對對 好 請 這不是要寫手衣 我就不清楚再講一遍 就是 就是 要笑什麼啊 你可以鑽住我嗎 不要鑽住我 不要鑽住他好不好 可以 可以嗎 所以 所以 第一件事也是寫作業 第二件事也是要 預習 預習什麼 預習 預習 第一章 預習到第二章 第二章到第幾頁 看一下課本 第二章到第幾頁 讓我看 第二章 第二章到第幾頁 看一下 是一次 看到六十九頁 第二章看到六十九頁 第二章看到六十九頁 你逼啊 你逼啊 這就第三章了 四十九頁 第幾頁 四十九頁 四十九頁 第二章看到四十九頁 好 清楚嗎 你說第二章看完嗎 第二章看完 要看到第二章看完 有問題的部分呢 麻煩用切笔畫 不用像這樣的畫 其實這樣畫 這樣畫跟有畫跟沒有畫 給攝影機看一下 攝影機看一下 攝影機畫 那是十個 對 攝影機 這樣畫跟沒有畫 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你就是把不懂得畫起來 就好 不用把全部都畫起來 那是以前上個家 老叫 老叫畫重點 不用像畫 就是畫那個 圈起來 不同的地方 圈起來 用個鉛筆 圈起來就可以 所以我看了全部都看得懂 就不用圈了 就不用重點 不用重點 不用 用鉛筆 用鉛筆把那種的地方圈起來 好 可以用一個方筆嗎 隨便女 好 看誰放屁 來 最好是用鉛筆 因為刻本 刻本會留下來給下一屆的用 所以你如果用 用太褲塔了 這個有點過分 這個味道有點重 這怎麼回事 超過 胖子是不是隱胖 拜託 雖然我們 好 你說 我說 你這樣方便的設計 停 這樣每一本 這樣不用 因為它後呢 一直要傳下去 都沒有滿新的 那你怎麼知道 那些 他們有沒有改一些 東西 因為 有些東西 那些帶大家 就很認識 可是 這個體驗之後 那個就有新的那個 我炒出來 然後 但是 就我的經驗 我們的課本基本上 你會看 那你有每個學習 會一直看 我會看 我都有教新的課本 我都有教新的課本 但是 因為課本都是 算是人家捐贈的 新課本 也是人家捐贈的 然後我希望說 一直拿拿拿拿拿拿拿到 沒有限制 事實上這東西 大家從中間 事實上這東西 不會那麼快就改 不會那麼快就改 那有改的問題 我提醒大家 沒有關係 那課本就是 課本就是一個參考書 課本就是一個參考書 所以 這個東西是讓你參考 他在做什麼 事實上如果你願意 去找一些新的資訊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小燕我剛剛做什麼 幫我看一下 有沒有堆積 誰要幫我看一下 攝影機裡面有沒有堆積 然後你 你剛剛 我自己已經做一些 他剛剛踢掉了 喔 小燕我剛剛問你話 我剛剛問你話 我剛剛問你話 我剛剛說什麼 他要等 你會去看 你會去定 仔細聽一下我講話 不要一下就分心掉了 這是這種學習 對你來講這種學習 你敢說 都沒有寫完怎麼辦 都沒有寫完怎麼辦 都沒有寫完 就想辦法寫完 就想辦法寫完 都沒有 不用啊 你每個禮拜都要交給我 每個禮拜都要交給我 做目標 每個禮拜都要交給我 每個禮拜都要交給我 就想辦法寫完 就想辦法寫完 聽起來 真的啊 哇 好 我們現在學一個第三頁 好 誒 第三頁 對 第三頁 好 第八題 問一下 細胞 整結構中 決定細胞的特徵 外觀行為組織是什麼 黷色體 異層物質DNA 對 淵色體是不是 暗色體 再聽聽 它講說 醫生物質DNA 藍色體DNA是藍色體的前身 什麼叫做前身 我覺得冠神講得非常好 醫生物質是藍色體的前身 請你 我現在沒有講這對或錯 我現在問一下冠神 藍色體跟DNA 他說DNA是藍色體的前身 有性能懂得看過幾個手 DNA是藍色體的前身 藍色體是DNA做成的 所以我講了 所以藍色體跟DNA是不同的東西 DNA是作成的 DNA做成的藍色體是這個意思嗎 簡單來說藍色體是DNA好不好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來 OK 你說 我曾經藍色體以前 DNA製造了藍色體嗎 這個意思嗎 DNA製造了藍色體 不是 同學有人知道DNA跟藍色體的差別嗎 藍色體是DNA的上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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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就是 DNA是一對一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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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他還是想嘛 別想別想沒關係 你們仔細聽 藍色體是DNA裡面的東西 所以 所以 藍色體是DNA的一對的東西 可是 剛剛問人家說 DNA是藍色體的前身 感覺 是沒錯 所以DNA比較大 還是藍色體比較大 但是DNA是藍色體的 藍色體比較小 因為 好像是為了細胞分辨的時候 那個 DNA 然後被壓縮成藍色體 之後 再複製一個 中分裂出去 然後再從細胞 就 它是在細胞合金做的 製作成的 DNA被壓縮成藍色體 對 不是 對 沒錯 然後再分裂 就是 在分裂前 都會變成藍色體 然後分裂出去之後 它又會變回 它的藍色體 就繼續在細胞分裂 所以 有聽懂 冠神說的嗎 請問 你有在聽嗎 有 先聽喔 不要急著現在寫對 來 他說什麼 你說有些細胞分裂的時候 那個 染色體會變成DNA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細胞要分裂的時候 染色體會變成DNA 那是DNA 第二會變成 第二會變成藍色體 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 你是這樣的意思 可是 你剛剛的意思是什麼 你剛剛意思說 染色體 變成DNA 蛤 不是啦 還是什麼 再改變 再改變 等一下 先讓 在這裡 OK 我是染色體 來 換一下仔細聽喔 要這樣子 那是什麼 好 要仔細聽喔 來 仔細聽喔 仔細聽喔 休息一聽好像討厭 仔細聽喔 這是 我再畫一看 這是 這部可超多的 就是 然後它組合的東西 就是 OK 好 謝謝 DNA是基因 現在有個新的名詞叫做基因 什麼是基因 它就是 基因就是個個領面主要用 基因就讓我想到什麼 那個 非基因 非基因的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37頁 課本37頁 來 翻一下課本37頁 翻一下課本37頁 包括內本一方物質會有什麼 呈現一條一條的藍色 來 仔細看一下 看好 差不多像7頁 看到嗎 二字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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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二字二結 我跳針 很多人需要不斷的強調 二字二結 我說翻到二字二 我說翻到二字二 他說翻到二字二 對 對 二字二 翻到了 你就等他再動一下我看一下 翻到了 二字二 來 鳳姐看一下 這邊就解釋了這三個東西的關係 來想一下 DNA蛋白質 看一下這裡 來 剛剛子儀說解釋的東西 對嗎 對吧 我覺得 不知道 你不會合作一下 你不會合作一下 課本有看到的東西嗎 來講一下 這個東西 成螺旋狀的東西呢 成為DNA DNA裡面的東西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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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叫做G G DNA 是這整個長條的 當他要準備複製的時候呢 他會從一個很長條的這樣 慢慢的捲起來 捲起來 他要濃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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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過 繩子 沒有 沒有看過繩子喔 你沒有看過繩子喔 你沒有看過繩子喔 很複製 好 這是 這是一條繩子 就好像是 DNA一樣 就扛了 然後呢 然後 然後他就捲起來 你看喔 然後捲起來變什麼事情 會 會 會怎樣繩住 會怎樣繩住 會繩子 捲起來之後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像他一樣 他就開始濃縮了 他變出了 他把它捲在一起 對 他就這樣捲在一起 他就有點像 讓背濃縮起來 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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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出變短 變短 變什麼 變成染色體 變成染色體 怎麼會這樣 他變成染色體 就是像這樣 短短胖胖的有沒有 一個變成叉叉叉 這樣 一個叉叉 這樣子 這個染色體 這個染色體 裡面呢 這個染色體 就是DNA捲起來的東西 當這個DNA沒有捲起來 DNA非常細 細到你很難用 顯微鏡看到 基本上用 我們的顯微鏡也看不到 DNA的存在 然後更大的 倍數更高的顯微鏡可以看得到DNA DNA裡面呢 DNA裡面的每一小段 裡面的每一小段 他所代表的就是基因 基因在哪裡 基因在DNA 我下次 他發現你分心 你就一個人坐在這邊 站在這邊上課 哦 你就這麼一直在乎別人在跟你講話的 他做的任何 我知道 你沒有跟他講話 是他在在意你 你就像是個明星一樣 他很在乎你 你知道嗎 他非常在乎 他是灌粉啊 灌成的粉絲啊 要灌粉 貼粉粉 灌粉 哦 原本是灌粉 對不對 成粉好不好 不要這樣 快一快要 快變成了 快變成了 該屢吧 成萬人 成本大概是成 哦 好任性 沒有 我媽現在載 我媽就知道 好吧 OK 所以基因啊 迷戀那樣 你之間可以知道它之間的差別了嗎 知道了嗎 嗯 那這裡面 請問一下 誰決定 你長的是什麼顏色 DNA GD 到底是DNA 還是長的 DNA裡面的記憶 基因裡面的 重點是裡面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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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可以決定的 你的牙齒怎麼樣 你的鼻子長得那樣 翹的鼻子還是扁的鼻子 還是翹的鼻子 還是翹的鼻子 他可以決定這些東西 基因可以決定正台 應該是周應的身材 有些人比較容易胖 CID能夠胖 你的基因決定得好 你在開心什麼啦 你怎麼會那麼容易被它影響呢 你怎麼那麼不容易被我影響呢 你怎麼那麼不容易被我影響 我就很奇怪 我真的想 來冠枕接下課來 你來上 你的影響力比我大 你來上 這句大家玩丟掉 好 自學自學 你要自己好好想一想 為什麼你容易被同學分析 我一樣在講課 每個人都知道 在聽我講話 你就很容易被同學分析 為什麼 你知道你聽得到的在說話嗎 你不是不會寫 你不是不懂 你不是不懂聲音 而是你根本沒在聽啊 對不對 好 所以 決定 所有的特徵 外型 行為 是染色體裡面的DNA 也可以說染色體裡面的基因 這樣問題 所以基因 DNA 染色體誰比較大 染色體比較大 染色體比較大 都白講 修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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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體比較大 染色體比較大 再講一遍 另外 satu 第二代入是G 基因是裡面的一小塊 不是DNA比較大 再來 基因啊 這小塊 な stack DNA DNA 是很長很長的繩子 但這繩子捲 要用 refres輕 stepped 所以三 نég tank 第二根是DNA 老師 我們要很強的 HHT 再看一下 細胞分裂的過程當中 哪一個過程確定了 原來的細胞跟新的細胞 會有同樣的外觀 同樣的行為 同樣的特徵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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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倍率很高的形狀 不見是很大的形狀 倍率很高的形狀 他給他放大了很高倍 來第九個 哪一個過程 細胞分裂的哪一個過程 第九題 學習端的第九題 學習端的第九題 細胞分裂過程當中哪一個過程 確定了他新的個體跟舊的個體 會有一樣的外觀 一樣的行為 一樣的特徵 哪一個過程 不是基盟嗎 這個組織 這是他的組織 我們夠了嗎 老師嗎 你們是也要我叫你們後面站一下 或是趕過去嗎 老師 老師 對 展色體第二天之一都是一組 有什麼 一組 都是一組的 是 有沒有錯 是這樣子嗎 展色體是有第二天和幾組 你的一組是什麼意思 我大概懂 組的單位是 一國嗎 一國的 不是啦 那個程瑞 學運的問題是 你的一組是單位是什麼 是展色體一組還是第二天一組還是幾 不是不是不是 三組一組 我覺得不懂它一組是什麼意思啊 一組是一個單位 你跟九個例子 做了三個或是再一組 我可以讓他解釋一下 好 解析一下 解析一下 他的問題是說 那個展色體是一個組的單位 那那個組裡面是不是包含了第二天和幾 是這個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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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所以是這個意思嗎 你再解釋一點 就是 展色體是一個組 那第二天和幾位是不是在六組 學運 你好恐怖喔 你剛剛那裡看了綠組 然後我坐在綠組後 我可以那邊這樣 欠我一下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討論別的東西 那你說 學運的問題 學運的問題 他們要講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學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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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染色體是一個組 染色體 然後 DNA跟基因是在裡面 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說 意思是說 這是 染色體 基因在這裡 DNA在這裡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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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麼樣 就是他們一整坨都是基因 在染色體都出來的東西 DNA和基因是 纏繞在一起 然後充滿整個染色體的 沒錯 DNA跟基因是 一整條 然後纏繞在一起 然後充滿整個染色體的 所以說 我們說 這一整條 都是基因 也可以說 這一整條都是DNA 那我們幹嘛分兩個名詞 不用一個名詞就好 DNA是那一整條 基因是你那一整條 對 你說 如果就是 它上面的那個 就是顏色不一樣 上面一整條 在一起 我覺得還是 有一次基因 好 那外皮膀 然後就是 關於是 它就是 它兩條蛋白質 兩條蛋白質中間呢 會長出很多角 這一角會一直對接 就這樣 就是 兩條蛋白質 那它中間的角 到底是甚麼東西 是怎樣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你不是說中間那個對接 是對接的 是 那你不是小白質對接 但是 這個角 有 這個角呢 可以有這個顏色 可以有不同的顏色 可以有 可能長這樣子 可以有 這樣子 你知道嗎 它可以有不同的東西 那 我接 可能接這個東西 我就是 起了一個DNA 起了一個基因 這個就變成一個基因 這上面還有一些特徵 這上面還有一些特徵 這裡面有一些東西 這東西 決定了你的特徵 這是基因 同學 那個同學 我在解釋的時候 你低著頭在幹嘛 這整個都是蛋白質 這整個都是蛋白質 這裡面是蛋白質 這都是蛋白質 這都是蛋白質 蛋白質是一個分子 這 這 這 他細胞分裂怎麼做 我簡單講一下細胞分裂 細胞分裂在做基因的複製 跟在這裡 你看 我們現在 學習單的第十題 第九題 在問你說哪一個過程 哪一個過程 哪一個過程 確保這個過程呢 你們可以告訴我哪一個過程嗎 什麼確保這個過程嗎 細胞分裂 第九題 你看了沒有 這是細胞分裂 喔 細胞分裂在哪一個過程 複製染色體 複製染色體 沒有說複製染色體 複製染色體 複製染色體怎麼複製 把裡面所有東西都割屁在 怎麼割屁 一變二 一變二 一變二怎麼變 一變二怎麼變 所以我現在解釋 一變二怎麼變呢 第一個 把這片拉開了 把這鏈拉開了 把這鏈拉開了 拉開時候呢 這條鏈被拉開了 這條鏈被拉開了 對 可以 這樣他都會有那麼瘦 他都會有那麼瘦 拉開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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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鏈就對上 他就會有一個瘦 有一丑瘦 這丑瘦呢 他會去複製這一段 這一邊會去複製這一段 然後正這邊 好 所以他還是可以用死 不要亂叫 叫我一叫 那個瘦安 你先下課 好 沒關係你先下課 不要 那你給我滾 但我不想聽 因為先下課 你要下課時間啊 我現在下課時間 我對想聽的人留下來 不想聽的人就可以下課 那俊瘦你等一下下課會在座面嗎 我會在座面 那這樣 那我就 這叫做美 這叫做美 這個美呢 他會 一個具材一個美 他會讀他這邊的資訊 在這邊長出來 對你的東西 長給他 同時呢 他會讀這邊的資訊 在這邊長給他 從這邊出去之後 對 從這邊出去之後 他就變成 又是一個螺旋狀 一條出去了 從這邊又變成一個螺旋狀出去 對 你說 這個美是什麼 美是另外一個蛋白體 美在我們生物裡面 你們有學過消化了沒有 你們上學期不是學過消化了嗎 消化已經學過了嗎 你們消化的意思是什麼 什麼叫消化 什麼分解啊 什麼分解 用破液可以讓他分解 用 那是什麼 清化的 那是什麼 那一簡成就叫做美 嗯哼 有聽過嗎 對啊 你的精彩有 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 你們不是學過消化嗎 效術啊 有學過效術嗎 好好好 效術學過沒有 我知道 學過效術沒有 我不知道 學過效術沒有 上學期學過效術沒有 我自己學過 在 在上冊的第三章 你們有碰到第三章 再註習一遍 那叫做酵素 酵素又叫做美 酵素呢 所以美跟美怎麼寫 美怎麼寫 一個經一個美 欸不是喔 哦 油美啦 啊 你喔 美 酵素的功能是什麼 酵素 在養分那一張非常重要 同學 記不記得 酵素的功能是什麼 他把食物做分解 然後消化 這個要消化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他把分解的東西 再做組合 就是它兩個功能 第一的功能是分解 第二的功能是做組合 你說 沒錯 那就叫突變 懂的意思嗎 這個鎂它會同時間去讀這邊的資訊 在這邊長出來 它一讀這邊的資訊在這邊長出來 這就在做複製的過程 它就把它來這裡都複製了 那好像變成是複製的 複是一個 複的功能是做 一個一個講好不好 我在解釋一下 你這樣講話怎麼講呢 複就是另外一個蛋白質 它有一個鑰匙 你們記不記得 你們有沒有學過 它就是有固定 譬如像我這個開瓶器 我就只能開 玻璃瓶的開瓶器 它可以開固定的蓋子 所以每個複呢 它有固定可以去結合的東西 把它分解 譬如我可以分解澱粉的 我可以分解蛋白質 學過沒有 所以這一個是專門分解的 這個不是分解 這個是做組成 它在做組合 酵素有兩個功能 第二功能是做分解 就是我去分解蛋白質 把蛋白質拆斷了 譬如我吃了雞肉對不對 我把雞肉蛋白質給拆斷 拆斷更小更小的分解 然後呢 我身體還有另外一個酵素 它會把這個蛋白質合成 料休異的肌肉 懂嗎 會合成人類的肌肉 但是我就會成長 就會長大啊 我的細胞就會長大啊 那懂個意思嗎 嗯 懂個意思嗎 不懂 就像是肋膏 我看到了肋膏 我把肋膏給拆開了 我才可以做新的肋膏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假設我現在想要蓋這個房子 我需要很多零件 那我現在蓋的房子 零件不夠的怎麼辦 拆一下零件啊 可以拆一下房子嘛 我可以去那邊 但是細胞就這樣子啦 我把別的細胞吃進去了 我就把它細胞給分解掉 分解完就變成我細胞的零件嗎 就把這個細胞來中衡細胞的零件 懂嗎 所以我身體還要長大 它那個細胞它所 所占的空間呢 誰所占的空間 原來的細胞 它吃掉那個細胞 原來不該在的位置 誰會取來的 就被我的身體取來啊 對 那如果他講的那個細胞 剛才吃到的時候就會被細胞 對啊 但是我們家裡都不行 你的細胞會長大還是死掉 死掉會抬卸掉 不 你的身體還在抬卸掉嗎 哪裡不懂 有些細胞會吃細胞 那如果我才能講到他的細胞 吃細胞吃到最後就吃零的細胞 那是細胞再死掉 那邊就吃零的東西 你現在看 我 我們這個大細胞 假設這個大細胞 現在真的可以下課 你如果也可以想下去就下課 拒絕 我這個細胞呢 假設這個小細胞 我把他蹲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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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進去 這小細胞進到我的細胞裡面去嗎 進到這邊來的 YES 我開始就很多消化鎂 我的酵素就去拔出細胞 所以鎂的細胞還小 還小 鎂是一個蛋白子 它有沒有很懂 對 對 對 有蛋白子 有大細胞 去幫助小細胞 對 你說攻擊也好 把他吃掉也好 就把他吃掉 你吃掉的時候 就把他拆給小塊 拆開了 拆開了 拆開之後要幹嘛 拆開之後把它吸收 對 把它吸收 吸收變成什麼 吸收變成什麼 自己養分 別人自己的一部分 他把它拆開完之後 他就把自己長大 他自己就會變大一點點 這個細胞就會變大 多出一個肚子 這個細胞就變大 細胞就變大 甚至有部分 他要去做染色的要素質的時候 需不需要能量 需不需要材料 要 他要拿進去做材料 OK 所以他要吃細胞 是因為這樣 我們只要吃東西的 是因為這樣 你要吃 把它分解再變成自己的東西